中午用餐时间还没到 乾隆珠宝店前就挤满排队人潮 人潮越聚越多都排到马路上 不仅阿公阿嬷来排队 有的弱势民众也来领取爱心便当 希望能够饱餐一顿 一早乾隆珠宝工作人员就忙着分送便当 打开饭盒饭菜健康又养生 原来乾隆珠宝每周四都会固定 发放爱心便当让有需要的民众免费离去 有空空人都要来拿 还有红包 还有红包一百块 星期四一个礼拜只花一次 看有社会有三星人是来参与 跟老板一样来办这个活动 你便当可以吗 谢谢 你便当拿了没 而这一发放 今年刚好满十周年 因应中秋节到来 董事长江洪志的散举 也引起了台北企业朋友的响应 特别加码发放三百个红包 我觉得你看这十年来不间断 谈何容易 我们有些时候一年都做不下去 一年五十二周 十年五百二十周 你知道他要花多少的时间跟精力吗 还不谈钱 钱还是其次问题 但只是这个持续力 那就是一般的人没办法做得到 我真的是很佩服跟很敬爱 跟很敬重我们江理事长 因为有他这个动作我们才能够来这里做这些服务 我想江理事长他十年来做这个爱心活动 我们非常敬佩他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说有这个机会来共襄胜举 希望对我们基隆有一些贡献 每一次都很早就有很多老大人 和低層人来这里拜堆 尤其我们看到一些年约比较多 钱都不费 不用拜堆 我们就会赴他 所以我真的真感谢这个大陆中修教大陆 和这个中国文杨子公文和理事长 来共襄胜举发紅包 因为我每一年啊 这个端午节 和这个中修节 尤其过年啊 一些大陆企业都来共襄胜举 所以对他们的鸡蛋啊 哭是这个爱心嘛 我感到很感叹 所以呼籲社會大臣來中東來做好事